好 继续来看到中华冯来先导道教会 从111年12月23号到112年的1月16号 总共有25天 在时中献烤铜载机前广场 办理了岁末寒冬布施韩式街友 供晚餐的公益活动 那么中华冯来先导道教会理事长张天保表示 活动当中也有进行祈福仪式 透过活动来关怀韩式的街友 中华冯来先导道教会 从111年10月23号到112年1月16号 共有25天 举办水母寒冬布施华林县 韩式借由游民公馆餐公益活动 中华冯来先导道教会理事长张天保表示 奔着东华木工慈悲的精神 关怀入食韩教员们 我们112年中华冯来先导道教会 在我们当往目光 我们只是让我们管理韩式街友共晚餐 在中央路山段 鞍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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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爱心便当 给大家帮回收容 感谢我们所有的公益主 来这帮我们导道三天 跟我们理事和感受 大家可以共同来做这些工作 做完完 感谢各位 今天下载余生也发放红包 资政每一位韩式街友们 也邀请志工们一起来共享盛举 透过活动关怀韩式的街友 同时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我们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 我们理事长跟游老师 还有我们的功德组 亦住吉安乡 25天街友的便当爱心发送 也在冷冷的冬天 年节之前 带来满满的幸福跟关怀 我们看到了街友们的期待 也分享了在年节前的温馨 谢谢我们的协会道教会 更带来了这个暖心的红包 还有一些生活物资来跟我们做分享 年年都到吉安来做关怀送爱心 实际代表我们的乡亲 致上满满的谢意 更要提起九友们 年节快到了 我们一起共起心福 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也希望这个点滴的冷暖 能够温暖在年节的心 祝福他们健康平安 谢谢蓬莱先导道教协会 中华发言神代道教会民宿长于金黄 并且做好每份鸡汤和便当 晚间六点就准时一期分送给在场韩式们 从121年12月23号到112年 1月16号公结了15天 免费供应给大家来使用 中华发言道教会也祝祝大家 突然行答应新春大吉 中华蓬莱先导道教会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 记得喜欢节奏伯导